哈喽大家好,我是彼得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轻而易举的附读 第21课 宇宙无条件的爱慕 今天我感到和平 我感觉是如此的舒服 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温暖的美滋滋的感觉 我知道宇宙正在照顾我 宇宙的力量和我同在 它保护我免受任何的伤害 甚至免受自己黑暗思想的伤害 当我容许所有的抱怨、愤怒、恐惧、困乱 和其他负面情绪消散时 我的观点就随之而改变 我敞开地接受无条件的爱 知道宇宙无条件的爱我 我很快乐而且很可平 导读文章 放下我想要的 我儿子11岁的那一年某一天 他邀请两个朋友来到家里玩 我开车去接他们 他们就坐在后座 而儿子就跟我坐在前座 在过去的几年里 每当儿子跟我坐在车子时 我们都是手牵着手 他和我一样 也享受彼此间无条件的爱和温暖 然而这一次 当我伸手去牵他时 他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他尽量不让他的朋友注意到 微微地摇着头 轻声地说不 我真的很想牵他的手 于是我再一次打开我的手给他 并向他眨眼示意 他再次地摇头 而且看上去很不自在 他坚持地说不 我放下想要说服他的意图 释放了强求的控制 对自己说 就让他 就让这一切如他所示的样子 在当时儿子跟他的朋友 大概都11岁左右 在这个年纪的 他们是不愿意被看作成为一个 依赖父母的孩子 所以这对我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然后我接着就专心地开车 但我们走了一段路 儿子的朋友问我说 雨上先生 你真的是1993年94年的世界健美先生吗 我回答是的 他说如果我爸是世界健美先生 我一定会非常高兴 然后他对儿子说 你真幸运 你有一个这么疼爱你的爸爸 而且他还是世界健美先生 突然米高伸出他的手 并打了响子说 爸爸 手 我当时就赶快伸出手 紧紧地握住他 他向朋友解释 我们是多么的相爱 而且他是多么的感激我 他还告诉他们 当我们在车上时都会手牵着手 因为我们是这么的亲密 而且父子关系非常的融洽 两个男孩都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 那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刻 是关于放下控制 而不是坚持 儿子一定要牵我的手 我只是容许让事情自然地发生 每当我将所求的渴望和想法释放出去时 就选择把它放下 而不是运用我的假我 去说服别人 去做我想要他所做的事情 这一切都会对我有益 一切对我有益的事情 就会自动地毫不费力地 持续地发生 他还为关系带来更多的疗愈 那天我的感觉很好 而且我非常享受和孩子们 共度美好的时光 导读文章 宇宙的爱 在奇迹课程里面有提到 如果你想着世界上的那个你最爱的人 将你的感受和爱放大一百倍 然后再把这份爱再放大一千倍 你也只是惊鸿一撇 宇宙对你有多少爱 所以如果想要体验并了解宇宙爱的强度 这是我想去知道 所以在进行冥想时 我就用这个方法 将我对儿子的爱 无条件地带进来 放大两倍三倍 如此下去 当我放大六倍时 我已经无法再放大我的爱了 那份爱是如此的强烈 品质是如此的高 让我渴望一天中的每一刻都能够见到儿子 希望可以跟他形影不离 经过这次的放大 我对儿子爱的体验 我意识到我根本无法理解宇宙爱我的程度 知道了这一点 我觉得很安全 在宇宙的照料下 我是如此的被爱 以至于我可以完全地陶醉在其中 感受到狂喜和喜悦 今天的功课 握住某个人的手 不用说话 让这个人知道你是无条件地爱着他 肯定语句 此刻我感觉到宇宙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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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记今天信守承诺 好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学习 来了解宇宙是如何无条件地爱着我们 那要去感受宇宙怎么爱我们 就要先选择和平 选择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的和平 选择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去感受它的温暖 感受它的好 因为宇宙无时无刻在保护着我们 回到和平喜悦的状态 所以在导读文章里面有提到 这一次作者想要去牵儿子的手 一次两次都被拒绝 此刻作者就觉察到了 我要放下控制 我不要试着去说服他 我就接受此刻儿子的情况 我就接受他的年纪 他的朋友都在现场 不去解释他 不去跟他争辩 当我们选择放下时 宇宙就来帮我们了 反而是儿子的一些询问 儿子朋友的一些询问 让儿子感到自己相当的荣耀 反过来变成是儿子想牵作者的手 所以在这一刻里面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作者也深刻体会到 不是我们一定要去 透过假我的模式 去说服别人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有意图地去影响别人 来做我想做的事情 而是当我们把意念 把想法表达出去之后 就接受当下所有的情况 当我们内心的频率 内心的状态 越回到和平喜悦 越能够接受当下的情况 自然那个现实的改变 就会越快 所以立刻 儿子就要求 爸爸把手伸出来 跟他牵着手 表达彼此的亲密 彼此的相爱 第二篇的导读文章 讲到宇宙的爱 怎么样去感受宇宙的爱 就是想象一个你最爱的人 你正在爱着他 给他所有的温暖 给他所有的拥抱 把这份感觉感受放大两倍 放大十倍 再放大千倍 这些都只是宇宙爱你的千万分之一 所以在作者去做了这样的实验 让他闭上眼睛 想象他如何爱着他的儿子 喜欢他 爱他 抱着他 感受他的温暖 放大两倍 放到三倍 当他放大到六倍的时候 他发现他已经是没办法再放大 已经快自喜了 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我所谓的撑不下去是 那个爱已经满到一个不行了 满到他此刻 现在就想要看到儿子 就想要抱着儿子 这样的一个威力 但这里只是放大六倍 如果放大到十倍 百倍 甚至千倍 这是宇宙爱我们的模式 宇宙用所有尽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的样子来协助我们 只不过此刻当下的我们可能还看不懂 可能还不清楚 可能还找不到头绪 没事宇宙一样不断地支持着我们 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是 慢慢地去感受 慢慢地去体验 终究可以像作者一样 每时每刻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狂喜 感受到这种喜悦 那我们今天的功课 很简单 握住某一个你喜爱的人的手 不用说话 让这个人知道你无条件地爱他 不用说话 让这个人知道你无条件地爱他 牵着他的手 无论是作者 无论是走路 无论是在任何地方 试着牵牵对方的手 让他感受到你的爱 让你自己也感受一下宇宙对我们的爱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一样祝福大家在每一时 每一刻都可以活在爱感恩跟喜悦当中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